大家好,感谢收看丧老大叔为您带来的道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梦幻联赛第十赛季的淘汰赛败者组第二轮的比赛 这个是CORL对战Infamous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上一场比赛果然没有输货的所料这个CORL是输了 那么Infamous这场比赛在前两手拿出的是小小跟沉默术士 CORL则继续给Sneaking去打死灵法师 讲道理的话上一场比赛Sneaking的这个马格纳斯应该说已经打得相当的完美了 这场比赛马格纳斯在第五手被扳掉了 Infamous双方BO3的第三手拿出的是一个土猫 那时候可不可以研究一下足球大家发了猜 足球就算了 我昨天有过一届世界杯 我忘了是哪年了好像是 八年前吧八年前 八年前 最近一次世界杯就是今年对吧 2018年 然后那就2010年的那届世界杯 我从小组赛开始 就当时那个那个时候不不玩这个 也不玩竞猜啊 也不玩这个猜足 也不瞎住 所以就是没场比赛 我哥们问我那场比赛 哪个队友能赢 你觉得哪个队友能赢 然后我从小组赛开始 一直说到总决赛 没说对任何一场 真的是一场都没对 从那个以后 我就计算上不怎么看球了 偶尔看看这个欧冠 看看欧冠 看看看看当时黄马还在的 C罗还在的黄马 好了回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么C罗这边是第三手 掏出了一个老陈 老陈凤凰死灵法 C罗这场比赛呢 则是继续用九仙 三号位九仙继续打小小 还是皮特的这个中单小小 这一看就是 因为已经没有别的位置 可以去打中单了 C罗这场比赛还是继续给依依三号去打凤凰 从之前的比赛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目前没有保护黄黄蛋的人 马格纳斯没了 前两场比赛都是用马格纳斯去保护黄黄蛋 那么这场比赛马格纳斯没了的话 看看中单准备用谁去护蛋 没有人护蛋其实也可以 没有护蛋也可以 就是自保呗 自己飞的位置精准一点 他说赌球吗 不赌 我要是赌球的话 你还能看见现在我还活着吗 然后关于那个之前给大家说过的就是 不是国外观众这边 我说在找一个国外的平台做那个什么的 做这个衣服和杯子呀什么的这方面的 就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就是这个我最近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估计一年之内就可以上线了吧 拿了雪魔 这个阵容 虽然这个阵容到目前来看到 阵容配的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他的这套阵容体系 目前雪魔的耗血车 谁去帮他耗血 谁去帮他把这个对方的水仙压走 死灵法在前级兑现的时候可以去配合 如果说让这个凤凰去帮这个死灵法的话 确实可以去压低对方的血线 但是雪魔将比赛放个打几号位 我记忆中好像这个队伍的雪魔 就是CYL的雪魔应该是去打一号位的 他们的一号位多用的多 最后一手 Infamous这边也是选择去搬掉了一个龙旗 Infamous这边是继续搬掉了一个龙旗 CYL看看最后一手的这个搬人 CYL最后一手搬人想的时间很长啊 因为一号位目前已经搬得差不多了 这个常用的一号位真的搬得差不多了 估计自己也是在琢磨对方最后一手 有可能给这一号位去配什么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大胜 搬掉了一个大胜 然后拿了一个船长 这样的话是中单船长一号位的雪魔 这还是没人好血啊 这雪魔这场比赛前期飞不起来啊 滚不起来雪球 Limp的船长如果中单不能够在前期打肥的话 然后比赛又是一个不太好打的局 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比较强势的大壳都已经搬得差不多了 水人员TB就都搬了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Infamous这边选择卡了变狗 没说完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美杜莎 美杜莎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 我其实挺想知道 就如果说Infamous在最后一手拿一个美杜莎出来的话 CORL能用谁怎么打这个美杜莎 他们这个阵容没有任何人可以克制美杜莎 然后呢 正面刚的话 也没有谁打美杜莎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对线打美杜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老陈骑了个大耗子 这耗子还带个王冠 这个头像是用iphone的那个功能生成的吗 主播不是啊 我微博的这个头像 你说我有管的一个头像吗 还是哪的头像 这场比赛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拿一个美杜莎出来的话 CORL这边能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他拿着美杜莎一点折都没有 他这场比赛没有人适合去出伞失 没有任何人能够快速的消掉美杜莎的蓝 没有小强的抽蓝 没有CORL的死报 没有任何人能够去做伞失 没有分身系英雄 没有高爆发 然后所有的输出都是来自于物理输出的补足 然后配合死灵法师的大招 那死灵法的大招在斩到美杜莎身上的时候 斩不死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咱们这个观众用的 问的应该是 问的应该是我这个小浣熊 小熊猫是吧 小熊猫不是FaceRag 不是那个iPhone的那功能 小熊猫是Face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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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单LIMP的这个船长 那么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目前单看阵容的话 我觉得这个 先看COR吧 先看COR的这个前期的发育 先看COR的这个前期的发育 所以刚一开始比赛暂停了 那么来顺便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阵容分析一下吧 在Informos的最后一周已经选择拿了这个电狗以后 那么这个阵容的话 电狗其实COR处理起来还不算太难 但这场比赛Informos这个阵容就是一个跟你脱后的阵容 绝对不是一个前中期跟你打给你推平的一个阵容 它就是一个脱后的阵容 反过来这个COR这个阵容是一个偏向于中前期作战的这么一个阵容 就是中前期作战尽可能杀人 建立优势 然后视野压制 然后找机会 最好是能够找到机会在你的人没有买活 并且主力单位死掉 活着的直受 你在没有守塔能力的人的情况下 强推你的高地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节奏 但是Informos这场比赛拿的这些英雄其实挺个应人的 小小是一个有一定防守能力的近战型的carry 然后九仙就不用说了 跳上去踩一脚或者提前去开大 然后冲上去 也是属于是有一定防守能力的英雄 土猫的防守能力稍微弱一点点 但如果是队友准备发起在高地上的这种反攻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滚踢滚拉三连冲中去放一个大 还是可以去造成一个比较可观的伤害 那么最后电狗 这个也是常规手高英雄 常规的一个手高英雄 而且是手高能力极其变态的这么一个手高英雄 依靠自己的磁场可以逼迫对方强行进入到这个塔的 强行进入到塔后 强行进入到塔后以后 被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激活 并且有可能会同时受到三个塔的攻击 来进行一个反打的这么一个英雄 所以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前期Infinmos应该是不好打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前期让Infinmos这场比赛拿到优势的话 COR真的很难打 这场比赛关键问题就在于COR这个阵容前期能不能破到高地 破不到高地的话这个阵容没什么成长性 振脱大后期指着这个船长的一刀 水刀的一刀流的话这样比赛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水刀的一刀流优独播剧场 暗暗凤这个比差远了 好吧 中单那波LAM直接被土猫的第一波流走击杀 那么现在电口在中路虽然补刀少一些 不过拿到了这波助攻 拿到一个助攻再干扰一下对方船长的第一波发育还是有些效果 中路这个直接被单杀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 给船长一个水刀上来 这个EV2敢杀了吗 这波有点漂亮 老陈 不是EV2 老陈这波支援过来以后是带着一个人马 带着人马过来以后呢 最后人马是老陈拿到了这个电狗的一个人头 那么这样双方都是来中路支援的人拿到了中路对方这个英雄的人头 看看船长后续的一个发育吧 这支队伍COR这支队伍还是很吃中单 中单这个点发育不起来的话 这个整体的节奏就是越打越崩 中单发育起来的话呢 这场比赛他基本上carry这是一个顺风局无解强的这么一个选手 逆风局特别容易隐身 他的逆风局就是跟咱们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强势中单的选手不太一样 中国的中单选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前期的一个逆风局 在中期对吧 裤裆掏钱的能力是很强的 熬不住了大叔晚安 晚安晚安早点休息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场这个位置是在等兵线 然后找机会给水刀 这里人马追进来以后成功的击扎掉了电狗 人马撑进来以后就是帮着扛塔 那么林在追过来以后是带走对方 拉斗的电狗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对于Internos来说的话 就越来越难打了 不过好在边路现在的普刀还算是比较顺 船长这里选择是标记一下自己 然后回到家里面 两口瓶子喝完 然后再到瓶子购买以后直接拉回来 满状态 现在中单的等级已经产生了一个压制 这样的话这样比赛电狗一旦打成劣势局的话 很难受的这个英雄 边干无限迟 边看直播每次的无限迟是个啥 又是什么新出的无限迟哥哥的游戏 有个死灵法在上落 漂亮 那边是在上落就是带走的一波对方 的这个snaking的旧死灵法 snaking这个最近这几天比赛用死灵法也是一天到晚被人捶 而且现在一般用来对跟这个死灵法推线的 往往这个infomoss选择的一个比较常用的套路就是用小雅去跟他推线 看一下这个地方给上了一个酒物 给人一个酒物的话这个闪避确实是有点无解 那么知道他这个 雪魔并没有能够去击杀掉对方的酒仙 补刀现在也是一个劣势 目前COL在中路船长已经站出线了 从经济上来看 船长现在的经济也是全场第一 雪魔第二 补刀上面 现在双方还是拼得难减难分 FGO啊 FGO 虽然从来没有玩过FGO 但是 还是好像有不少人在玩的 反正那会儿我记得 我在玩了一小段时间这个 洋洋鼠的时候就有人在玩这个 他在跟我说这个就行 不干了大叔玩 好多人在干啊 玩玩玩 今天有RNG比赛吗 今天没有 这边看看土猫 双倍土猫 这里 哎 这个雪魔是出来了 土猫这个地方是给了一脚 给了一脚的一个方向没找对 踢远了给 看到这边下来有给上一个平A 落地有一个锤子锤到脸上 一顿的合击 这里九仙拍地板 直接拍就行了 直接拍就行了 有没有蓝 九仙对自己的这个拍地板太没有自信了 九仙的拍地板的范围是超大的这个技能 刚才的那个距离它是可以拍到对方的 而且九仙的这个拍地板其实起手非常快 它不是一个贴身的技能 这是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拍地板 这个九仙在拍地板的一个范围计算上面还是太过于保守了 我倒 我觉得他肯定是知道这个技能的范围很大 但是他刚才这波是求稳了 不过求稳是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因为你拍到对方就能拍死 拍不到对方的话你再追也追不上 所以是可以拼一下的 讲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波小鸟还是被吹死了 这样的snaking在上路目前的战线呢 也算是占助了 从等级上来看现在全场也是全场第一 电狗现在的补刀是r3还是比较穷的 知道吗 网上都说留学生 纪凡希 CL 枯吉是标配 然而我只有实验一件白活电 为什么 你能有玩FGO 好吧 这边小小过来又是配合沉默树这一套 这个snaking这种被杀的就是 一点折都没有 一点折都没有 小小这个英雄就打这个死灵法 在身边站个沉默树这种货 就保证是真的偷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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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波是土猫还差一下 哎这个土猫还差一下 你看见啦 一刀 哎呦 nice 对方还是击杀了对方的一个土猫 现在他的经纪是无解肥 水魔的经纪也不错 这样比赛COL贏 COL贏了 好吧 哇 這場比賽這場比賽CRL已經贏了相信我同志們好吧不要不要不要噓我不要噓相信我 業餘主播要敢於下判斷知道嗎 要不然要專業主播幹什麼 哎呀這場雪魔過來以後這一個斬直接斬到秒掉了墊狗以後呢這場團戰再往前追 船長這個位置對歐之位求先一腳拍拍死了 這顆倆沒有打算TP的東西也是很絕望 那麼看來這場比賽這個應該是要先出個瘋狀吧我們這個選擇 是不是要考慮先出個瘋狀這個東西 這波打完了以後雙方的團隊經濟差還是3000多 6比4的一個人都是數CRL目前是領先兩個人頭 3000家的一個經濟兩個大哥經濟是排在第一地兒 放過勇人吧哎呀放心放心 放心同志們 我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主播首先給大家幾個數據 本屆比賽電狗好像沒贏過 或者贏過也只贏過一場到兩場 應該也最多也就是一場 記錄是這樣 然後呢第二個COL在中單LIMP經濟無解肥的情況下 大哥為經濟不拖後腿的情況下 勝率是百分之百 好吧 給大家就給大家這麼多信息 我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人 現在雙方的團隊經濟呢是在3000到4000之間 接近4000了這邊已經 雪魔目前的裝備果然第一件裝備 在甲腿天鷹界以後是準備去出一個蜂杖 增加一下自己去留人TP的一個能力 雪魔的蜂杖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可以蜂杖去接自己的這個雪之祭4 這樣還可以提高兵衝率 並且蜂杖由於有落地傷害 對方即便有挑刀也出不去 去你的科學 我覺得解說要保持中立 我這樣還不中立嗎 我這樣還不中立嗎 我是完全依靠本次比賽 過去歷史統計統計出來的結果 這樣還不中立的話 這個就太不科學了 你們要相信主播 這波 這也能空 這個老陳開一個大招 老陳開完大招以後 陳墨給了個大招 這樣的話也沒救下來 雪魔在這個樹林裡面 發現了一個萌咚哒的土貓 這個土貓被帶走以後 這裡還吹起來了一下 這個九仙這波草走還是比較細膩的 意思嗎這個位置呢 是一直在追這個九仙的本體 飛上來以後並沒有給到減速 再往前追的話 看一下電狗這裡是鋪了一個 九仙為什麼不直接往牌上走 然後隊友就給鋪上草莓了 看看這個位置這個雪魔怎麼說 喔呦這個被沉默了 被沉默了以後還是能扔 扔落地以後 雪魔這波應該是有點小危險 身上有12個魔瓣 身上有12個魔瓣 可以準備找機會吃了 吃一個魔瓣以後 原地鋪雪之祭祀 進樹林 繞一波等隊友TP支援 隊友沒有TP 隊友是走過來的 那這樣啊 這波雪魔還是要死 陳墨數是加二 但你這個小小跟陳墨數是能不能走得掉 這一個王打斷TP 一個波嗎 一頓平A直接A死 船長插水流住小小 小小這波也要被打死了 剛剛是雪魔完成的一波一換二 經濟殺拉開到4000加 CRL的經濟領先來到了 人都是來到了9比5 這場比賽 Infamous這邊比較吃虧的有這麼幾個點 第一是電狗很窮 雖然電狗這英雄在有了這個點金以後會刷得很快 但是問題在於這場比賽對方的這個陣容 如果能夠抓死這個電狗的話 如果被電狗被抓死 Infamous這邊其他的人再想守高的話難度偏大 對方有可能會直接選擇去快速的去拆掉你的塔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對方一直去針對你電狗這個點 就是早期把這個野區的視野就像現在下路的這個進攻視野做上以後 電狗的本體很難刷到錢 只能是分身出去刷 分身出去刷錢的話就會導致電狗的這個本體無所事事 然後自己就不敢出去帶 現在目前Infamous這邊經濟最好的是他們的三號位九仙 但是這個英雄有多少錢 只要跳刀到手 說白了只要跳刀到手 九仙所需要的剩下的東西 就是20級的1500點的元素分離單位生命 還有25級的減大招CD 然後除此之外他有多少錢都沒有特別大的價值 雖然說一仗九仙是可以讓九仙每一個分身都能多一個技能 但是九仙自己本體的這個技能也是比較水 講道理比較水 不不不他說的是解說要保持功力 功力和愛心 電狗這場比賽選擇出的這個死靈說 但是他出完一級死靈書以後 感覺味道不對 聞了一下感覺味道不對 趕緊轉出點睛手 這場比賽現在COL再要面對一波對方的一波開悟 抓到的是個Sneaking法師 看的話 這個死靈法我感覺還能再堅持一下 死靈法師默在接個大強殺 這死靈法師身上有17個魔伴 他沒有吃這17個魔伴 他覺得這波吃了也還是要死 並沒有去浪費這17個魔伴還是比較細緻的這個操作 死靈法的20個魔伴如果攢滿了的話 在開著一個幽魂護照的情況下 是非常非常變態的 這20個魔伴一口下去 就現在死靈法師的這個血量 如果說他能夠開出來自己的幽魂護照 一口這個死亡外衝加一口魔伴 直接給他的血不滿 從幾乎死血的情況下給他不滿 還有這個死靈法師這波 這個大招的示範距離是在查一次 而且剛才他過來的時候周圍又全是兵線 他自己在走位的時候並沒有選擇 手動去繞開這個兵線 剛才被兵線給攔了幾下 當然從剛才的那個位置 距離和時間來說的話 即便就是他手動控制 也基本不太能夠抓到對方的這個成果數字 現在LIM的船長過來以後 給上一個插船水 這個插船水 原來的插度沒中啊這個 這個被對方九下拿個跳刀直接躲 他技能銜接的這個節奏出現了一點點的問題 導致他選擇提前把對方拉回來 因為他的水已經接不上了 他剛才那個位置如果想接上水的話 必須選擇把對方提前拉回來 技能銜接出現了一點點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第一時間從那走過來的時候 應該是丟失了一點視野 流暢的三連應該就是插船水 然後等一下 盾一下然後把這些人拉回來 水起來以後然後直接撞船上 現在雙方的團隊經濟差是5000多 電狗呢目前身上的裝備是已經有了 快要出到自己的這個點心手了 這段時間安心刷前速度還是不算慢 船長目前的經濟是7500 全場第一雪魔第二 只不過這段時間COR沒有找到很好的一個進攻節奏 Infamous這段時間是比較慫 全場全部人員都縮在自己的半場 而且可以注意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小地圖 注意一下小地圖 就是電狗身邊在側面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沉默一直是在身邊在逛 這波是開了一波霧 準備出去進攻 這波開霧進攻呢 是因為九仙身上有條刀有大 沉默也有大 如果能夠抓到對方的人的話 可以第一時間尤其是脆皮 尤其是脆皮可以第一時間直接秒 他沒有動這個船長的手的原因很簡單 殺船長的話有可能殺不掉 看一下沉默焦大 第一時間還是選擇去秒掉這個雪魔 但是後續的技能秒這個死靈法 稍微有點費劍 這個死靈法老臣給了一個大招 這個船撞過來 鳳凰直接變蛋一波反打 先帶走我們的小小 這裡再留住一個沉默處是斬死 然後鳳凰的蛋砸暈了這個九仙 九仙這裡出來以後跳刀開溜 能不能走得掉 船長給上一個 我吹這個茫水流住了土毛 再給上一個標記拉回來 再加上了土毛樑吧 土毛臨死之前是踢了一腳 這個Snaking的此靈法 NEC這波被隊友直接傳回家裡面 感謝月宮鐵匣的聖年卡兩張非常感謝 還有激情的喧鬧的一堆魚丸 雷雷雷雷雷雷愛的弱雞在 李李克的小堆疊 還有一根草 一根草的弱雞 A는這裡小小過來以後VT2連找到Zifrik Zifrik的這個位置是過來作演的 他過來作視野的作近攻視野 因為這個他們想要去壓制一下對方電狗的刷錢 但是打了這麼長的時間呢 一直是沒有找太好的機會 这样双方的团队经济差呢会伴随着电狗的这个点筋手出来 会慢慢的被拉近甚至反超 因为电狗的经济现在已经追上第一集团了 团长这边直接是一个插船有水 雪魔给大但是九仙有大招 开出来以后呢想要去反打支援过来的人不太厉害 只有一个成魔术实 这样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去追对方的一个九仙 去追这个雪魔的话就是耗一耗血 恶心恶心你耗一耗血就可以 我要扮皇帝了大家伤 哎兄弟真的别冲动啊 虽然你扮扮皇帝这时候我会给我很多钱 但就比较冲动啊 这个你真给我弄一个皇帝我无以为报啊 感谢一波洗脑水的圣点曼卡非常感谢 大叔电狗为什么不行 因为电狗这个英雄就是打到 他跟哪个英雄有点类似啊 他跟火枪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都属于非常非常明确的防守反击型英雄 就是同样作为远程的英雄 同样作为远程英雄来说 比如说美杜莎 圆敏 比如说美杜莎 比如说水仁 这类英雄 水仁他有很强的进攻能力 很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团战能力 但是你看火枪怎么打 火枪永远是站在最后排 火枪在比赛当中获胜 除了碾压局以外 他几乎全都要靠 先看一下这波 这波找到了这个电狗 这个插船 这个船没有中 这样的话 这波感觉是有一点危险 凤凰现在手里边就有弹的 还在追 这里风筝吹起来以后呢 凤凰在往前走 找机会变弹 雪魔的雪之祭祀给上 电狗这波节奏被断一次 被断一次以后看看 九仙这大招又好了 cd 船长这个位置的血线呢 有点低 然后老陈这里给上一个大招 再加上一个传送 传送回来之后 雪魔又是收掉了一个传播术 这个位置 九仙要看一下 自己身上的这个技能cd了 技能持续时间 技能持续时间要到了 雪魔这个位置 船长 船长赶回来了 船长赶回来了 船长这个位置 是在最后一刻 在老陈子被他传过去之前 是把自己给插了一下 应该是 还是tp回来的 应该是 应该是tp回来的 看他tpcd 应该是t回来 应该是t中路一塔 那么这拨打完了以后呢 是电狗加小小两个人 全部被杀 cdl只是交掉了 一个snipping的 这个死灵法 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 有观众问 直接BKB的船长 真的厉害吗 船长这英雄 他这场比赛 直接出BKB 其实 哦呦 这个 九仙 这个水 其实已经很准 想到这个水 已经很准了 直接出BKB 其实是多少 这 怎么说呀 有点 有点无奈 这场比赛 因为不出BKB的话 对面 这个沉默的大招 容易导致 他的这个三连连不上 有观众问 大叔播这么多比赛 累不累 提醒 大叔注意身体 感谢这个观众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他说呢 现在物理电狗和死灵书 那种法系 哪个厉害 电狗 这个英雄 死灵书的 这种电狗 早就已经被 淘汰了 其实严格意义 为什么说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 这种电狗 就是死灵书 他的 CD 以前是每新招一个 就能 开一波死灵书 招一个就能开一波死灵书 后来呢 很多的道具 包括点筋手 包括死灵书 包括BKB 我忘了 好像也有吧 就这些道具 他的这个CD 是独立去计算了 跟这个之前 不太一样 他都是独立计算了 感谢一波JFBNX21的星星 现在COL的经纪领先是6000加 雪魔的经纪来到了全场第一 身上也是做出了灰药 不过9000的经纪也确实很好 这里船上插 水 打回来以后 这个9000第一身 没放出来自己的大 风胀吹起来以后 这个风胀感觉把这9000救了呀 这波对方反打了感觉 看一看这里 船长被吹起来 然后呢 剩下的所有人都在追9000 追这个雪魔 雪魔这边选一次 沉默一下对方 这个地方是被吹起来 团长得给上一个船 仍然的话一个树桩子 还是打死了雪魔 没有雪魔的收割的话 这波团战COL已经打不了了感觉 这里是撞到了小小 小小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应该是要被打死 还有这个死灵法 这个死灵法 来到战场的时间 稍微晚了一点点 毕竟腿短 毕竟腿太短 电狗要知道这个英雄 他以前的这个 点金手也好 然后死灵书也好 等等这些道具的这个CD都是 你刷出来一个 你放一次大 你就是一个新的 刷放出来一次就是新的 就每次放一个分身都可以点个时间 现在的这个道具CD独立计算 导致电狗其实出这个死灵法的收益 出这个死灵法的收益 其实很低 以前的电狗分身是招出来 飞鞋飞到兵线上 然后呢点个金 招一死灵出 开始往前推 然后看对方来了就跑 现在已经办不到这点了 现在就是你必须要去计算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CD 这里船长过来以后 救一下一三万的凤凰 现在电狗的经济已经是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要开始自己的这个恶心人带球了 我就评价一下九仙这个英雄 九仙这个英雄 节奏型三号位的 节奏型和团战型三号位 就是最万能的一个英雄 那算是兼容性比较高的一个英雄 就是不是很吃自己的第一波 因为他的技能在一波团战里边 大家可以放三轮 放三轮的话 自己的这个本体 开完分身以后 那个土熊猫 最主要的土熊猫 又是一个磨免单位 如果能够升到20级 或者甚至25级的话 这个英雄 我个人感觉 反正25级的熊猫 应该是所有三号位 这25级里面 最让人 最让对手的主角 这仨分身又硬 你又打不掉 然后呢 土熊猫还磨免 土熊猫磨免 风熊猫能隐身 那血量一个比一个厚 还特别难打 打不死吧 他变回来 过不了几秒钟 又能开一次 因为他这个大招 本身的一个持续时间 是20秒 CD是100秒 然后减完这个65秒CD以后呢 这个大招的CD等于 就是35秒 持续时间20秒 你说这个技能 要多贵 看看这波COR的开悟进攻 还是在找电狗 他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杀电狗 杀完电狗就可以上钢 只要团战第一波 找电狗就可以上钢 找不到电狗的话 杀九仙也行 第一时间秒掉九仙 Infamous这边就没法接团了 他们的正面团 如果没有了九仙的话 这个输出是零 就一个小小 但是小小在九仙 第一时间被秒的话 应该是不会冒险去 去给技能的 这个九仙拍个地板 上来直接开大 开大的话 JBREG这波凉了 对手去哪一口 然后这里精华下来 然后JBREG开启 自己身上的一个 挑战头的护照 还是在被熊战 这个熊猫在追 这里沉默叫大 然后没让他的技能连上 然后比赛 船长也是什么技能没有出来 凤凰这里变一个弹 这时候还在跑这个弹 没有人打这个弹 这个半天 没有人打这个弹 一下砸晕了三个 船长过来一个水刀 凤凰大宝剑 带走电口的第一个幻象 这个时候再给一个大骨灰 雪魔上来开始收割 A死一个 这时候再往下追 这时候再往下追的话 就有点不太好追了 这时候死灵把这选择买活 船长过来跳过来 给上了一个预判水 但是这个预判的 稍微有一点歪 雪魔这里还在往前追 雪魔这个时候 因为船长的装备 目前是身上是有跳的 所以他再往前追的话 是有可能能够追上 对方的这个问题 这块沉默树是选择买活 小小 nice 小小这波 这个疯胀 这个疯胀 这里又是一个疯胀 吹起来了小小 这小小扔了一下 死灵把过来 再扔一棵树 但是这波雪魔还没死 凤凰给一个大宝剑 再抬一手雪魔 所有的人都在往回撤 船长已经提前利用跳刀撤退了 有老前给人一个船送 传到的是雪魔 雪魔这里利用自己的雪只狂暴 哎 这个 雪魔回家以后呢 自己的船长是在最后一点的时间 给上一个标记 让这个雪魔回来 再有机会反打 这波的配合还是比较熟练 不过这波并没有机会去追到更多的人 CRL这个阵容还是流人能力偏弱 所有人都在 就是但凡没有控制的人 甚至有控制的死灵法都在出疯胀 凤凰也在出疯胀 所有的人都在出疯胀 去增强自己的一个流人能力 当然蜂胀这个道具 是我觉得 非常厉害的一个道具 非常厉害非常好用 哎 这个提前开启了自己的游户罩 追一下 自己的队友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过来 对方的土猫已经追完过来了 土猫滚过来以后 一个大的骨灰贴上 尘的数是一顿输出 不过风猫飞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蜂胀流坐 这波死灵法直接被秒 老陈也被收掉 这个CRL这两个大哥 其实刚才提前一点过来的话 人都赶得上 来得太晚了 这波没赶上的话 那么经济方面 现在就要开始 被对方逐渐的反超出来了 小小的经济 现在马上要反超船长 然后九仙的经济呢 现在是 还在第三位 还在第三位 仅次于这个雪魔 而电狗的经济 目前是稳稳的站在第一 短时间内 也看不到任何 最后能够去反超 这个九仙的可能性 雪魔现在身上是疯胀BKB架上一个灰药 山坡给上 这里张扔起来 一个草莓 BKB开起来 大招给到电口身上 电口这波可以走掉吗 得开一个磁场 雪魔这块选择是在1v3 老陈给一个大招 还是被A死了票 因为FAMOS这场比赛 打到我们前为止的话 已经是可以说优势 建立的比较大 因为现在COL这场比赛的 一个主要问题 还是在于 游戏在中期 被对方的这个传 被对方这个沉默 限制的太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 看来是有可能成为 这个电狗这个英雄 在我说的比赛里面 他是首胜吧 这应该是 反正不是首胜 就是第二胜 船长这里一个预判水 水到了土毛 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 他说你是 跟中前不是这么说的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根据数据统计出来的 对吧 根据科学统计出来的 这个双方的 这个在历史比赛当中的 一个历史战绩 还有这个各个英雄 选手的一些这个情况 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对吧 但是这个胜率 这个东西 既然它是概率 它就一定是 有高有低 有赢就得有输 不是 船长这样比赛的 这个插唇水三连 但我好像真的是没见上连到 关键 这场比赛这个小小的英雄 确实是打得有点凶 这场比赛电狗的天赋 选择的是 8CD 2350生命 和什么 红的CD 这是一个纯法系的 这么一个天赋加点 但是装备里面呢 对于电狗来说 大了一锤 这又是一个必备的道具 所以现在还是不好说 已经打不过对方的 这个电狗幻想 这雪魔已经打不过 电狗的分身了 所有COL让有人打C 让E咱们打C 也不一定会比 现在这个 甲捷克毛 打得好 想起来隔壁黄旭东的一句 一个解说的自我修养 就是要墙头草 会吹牛 不要脸 大叔齐活了 我跟这个老仙 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这个跟老仙 还是比不了 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对吧 老仙这个 影响了 影响了 这个 它是可以影响 这个地球攻转的 对吧 船长做出来了 自己的第一个大炮 有很多观众觉得 我这个 对于比赛的这个数据 是在忽悠你们 不行 我要去拿出证据 BP数据啊 我要去找一下证据 你们等我一下 电狗啊 这个英雄叫 贪金守望者 没错 为什么我找不到呢 我等一下啊 我找不到 我再翻一翻 我再翻一翻 电狗在这届比赛 能不能到目前为止 一共出场过7次 胜率是42% 胜率很低的一个英雄 看一下这波 老陈直接被秒以后呢 这凤凰变弹 这里一个船 撞过来 挂上船游 挂上船游 很关键 这里一个斩 直接斩到了九仙 九仙是带着大招 没有放出来自己的技能 没有放出大的 直接被打死 这波 哦 土马这条石头踢得很nice 这个时候老陈 是带着自己的一堆宝宝 电狗这波是没来 电狗这波 因为是在下路 拆高地 拆得没足 一三万 这波在临死之前 用风筝再拖一点时间 如果出来以后 该死还是要死 这个四个弹道追上来以后呢 就把一丝马带走 不过雪魔的这个大 雪之祭祀 是击杀掉了对方 正在偷偷的拆高地的 这个电狗 下路的高地呢 没有被拆 等会儿大家 我听到外屋有声音 稍等一下 这波电狗被打死以后呢 现在不过Infamous 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经济 已经是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反超 船长被个对面土猫单杀了 船长在没有技能 没有这个BKB的情况下 你不要低估土猫这个英雄的输出啊 土猫这个英雄的输出其实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他有足够多的石头 和有大招的情况下 他的这个输出绝对是比绝大多数 人想象的要高得多的这个英雄 这么给大家说 土猫这个英雄刚出来的时候 他是打中单的 而且在那个年代 在影魔中单如日中天的那个年代 土猫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是随便吊打中单影魔 就是可以把中单影魔打到 连线都不敢上 面都不敢露 露面就是死 战塔底下都能单杀的那种 就这么凶 就这么凶 好吧 刚才那一波虽然我没有看到 但是从我 因为我当时在这个画面切走的一瞬间 我当时看到的一个画面是土猫一脚石头踢中了这个船长 当时船长的血量应该是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间 然后当时呢这个土猫当时没有放大 但是土猫我估摸着身上应该是有大骨灰 所以船长给上一个插船 一个斩斩下来没斩死 没有斩死 不过还是杀了 没斩死而已 水灯浪吹一下 来走 来这个这个水 水再来了一个小小小小小小这个BKB 诶 漂亮 天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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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灯这个地方跟对方的这个 水灯9000肉搏了 一波打不过 要被这个9000肉搏单杀了 丢人啊 丢人哪 几方一号位大哥被对方三号位的一个靠变身吃饭都用本体打死了 简直就是个弟弟啊 你找到了我玩丛林肉搏的感觉 不 丛林挨打 你捧好一小石头踢中 拉回来防吹大招 空上吹起来以后 请把赶紧过来掩护一下 自己大哥步枪还得超出血 对方过来变淡 天狗选择用自己的这个分身 过来先A一波 这个自己的法一小石头踢过来 单杀了 漂亮 天狗自己的一小石头 绝对完成了对自己的法一波击杀 嗯 这样COL现在的一个团队经济呢 跟那方差不多 天狗的经济目前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人 两万六了已经 好 好 他说09的视频没少看 09的视频看的是不少 因为 呃 因为09当初的视频 就是他最早的丛林单牌系列 确实做得比较不错 我没有看过他更早的 我看09的视频 就是看他的丛林单牌系列看过 看过利亚 G好像是 第三季就 基本上看着 嗯 就属于是 看着就 就大概 因为大概一次套路都差不太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一看 然后有可能就睡觉了 有可能就 把恐怕拉回来到石道 直接调到老神 如果被击杀掉以后 现在中路的高地高破 这样 这样 可以选择去直接上高了 美滋滋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电狗的胜率又是提高了一点 而且COL在这个中路 呃 中单无解肥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输掉比赛 真的 真的少见 大家看这届COL的比赛 他们 但凡是中路无解肥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少输掉比赛 我就没见过 不是很少问题 我就没见过 他们所有输掉的比赛 都是中路令子被打崩了 然后呢 就是一崩到底 当然了 这个科学这件事情 大家都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科学毕竟是一个 可以正伪的 可以正伪的才能够称作是科学 不可正伪的是不能称作科学的 所以像这场比赛就说明了 我刚才给的这个理念 都是可以正伪的 估计这么说完了 好多人要骂我了 又下用词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词这么用不对 但是我实在就是不知道 还能说什么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波电狗呢 幻象呢 又是直接被打死 所以9000 直接开打 这个水魔的大装就白开了 可以咱们飞天 然后呢被沉没 给上一个莲花 但还是被沉没的一个状态 这个位置 能变出弹来吗 好像好像不用了 好像不用了 这个位置 哎这个土熊猫 这个土熊猫 选择往里走 掩护自己对手车 对了能走掉吗 跳刀丢一波 nice 所以我还说这个阵容也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里边没有那种就是 呃 长时间的地板类技能 没有办法就打断这个9000出来以后 第一时间的这把跳 很绝望 很绝望 当然了 他招两个石头爹这种做法就另说了 别说看看 Sleeping这个位置是 留了一下对方的这条土猫 然后土猫这边是 秀了对方14000多个技能 成功的滚走 再一个大骨灰 把自己拿起来 送往这个位置 开着刃甲往回跑 又是被电狗一顿追 草莓减缩缩 在家乱流减缩 穿上来直接Ace 狂王选择了买活 船长选择BKB 然后直接TP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走的掉 Sleeping在人群当中呢 选择想要去利用自己的一个 幽默物罩再加TP 不过也是被 土猫一小石头直接踢在原地 这样啊 放上船长双双买活 Sleeping也有买活 现在双方团队已经被拉开到了一半多 老陈的A帐 A帐的这个效果就是对于这场比赛而言 就是多招几个黑龙 招石头人也行 但是黑龙还是要招的 这块雪魔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一波能打得过的 但是现在九仙他已经A不过了 练狗他幻象都A不过 意思咱们这波是看到对方的一堆的草莓撞到自己的脸上也是很绝望 两个草莓直接撞了这个雪魔大概 撞了冲到大概四分之一的心 大叔你现在对你毒奶的事实还有什么说头 这只是一次 这个 低概率的事情啊 这只是一次低概率的事情 发生这个不是跟我奶的关系啊 没有关系 好 雪魔的装备再出完BKB灰药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蜂杖以后 选择是跟了引刀和分身两个道具 也算是增加一下自己的刚正面的能力吧 不过话说像雪魔这种英雄的刚正面的能力的话 还得是靠蝴蝶冰眼这一类 蝴蝶冰眼大云锤这种这种东西才能够去刚得住正面 合作的话是刚不住的 CRL这个球已经是疲于应付对方的这个电狗的幻象了 电狗现在已经是成为了 握住这个形状 9000又开始欺负船长了 上一次抡死了雪魔 这波过来抡船长 不要打死啊 这个9000现在的内心独白就是老头要打10个 你们哪个叫大哥 哪个叫大哥 哪个叫中单 谁是三后位 今天我大都不放 你们过来跟我决斗 不过这9000其实已经算给面子了 他真的已经这个装备已经出的很给面子了 如果9000选择在这个装备上不出这个兵点 他如果选择出的是一个强袭 就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天赋的一个情况 再加了其他的这些装备 他要选择做了一个防盘 他如果不做这个防盘 选择出的是一个强袭这个道具 然后身上下一件装备 准备奔着什么龙心 或者是出一个这个雷锤之类的道具的话 那0L这帮人就真的丑了 真的是满头包 真的就要被对方一个9000不开大 直接追着锤脸直接锤死了 9000的这个罪权 我记得之前有期节目给大家吹过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暴击的致命伤害 是跟这个大炮是差不多的 大炮的这个暴击是235% 然后九仙的这个暴击是230% 概率是25% 然后大炮的这个概率是30% 也就是大炮比九仙的这个暴击要稍微强一点 但是呢九仙的这个暴击是有一个特效是 一段时间不触发必定出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还有附带一个25%的闪避 所以这个英雄之前有有一段时间 曾经给大家吹过他这个 这个这个罪权这个被动 只不过呢由于他的定位的问题 也是没有人会选择去用他去打 再加上像这两个比赛 对方这两个大哥正面硬钢的能力又这么刺 比较少有他发挥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九仙在这个天赋上面 20级天赋有一个攻速 25级他有另外一个天赋 就是加15%的最前概率 这样的话他的闪避和暴击会变成40% 40%的暴击的话 他的对于dps的提升就超过了剑胜的暴击 甚至应该是在如果其他人不考虑天赋在内的情况下 他这个dps的提升好像是最高的吧 加上这个天赋以后 因为40%的暴击的话接近于剑胜50% 但剑胜50%的话他的暴击只有148% 而九仙这个是230% 看书啊群终党很穷 只能送你免费的荧光伴 没事没事 来经常来看就好 挣钱了回来补就行 哈哈哈 挣钱了回来补就行 这里疯狂的一个大招砸晕了九仙的变身 你这个你别砸晕的变身啊 你这玩意他大招没了他蹲死你啊 你就让他变身不好啊 你就让他保持变身的状态 你这变身的状态他打不死人 这变身没了他上来冲死你了 哎呀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九仙 这九仙又开大了 哈哈哈又开大了 吃了一个雪魔大招以后又开大了 我把这边选择买活 雪魔奔出来以后呢 是收掉了对方的一个5号位酱油 藤莫死的药位直接选择买活 踢避他上桌上台 然后开始往战场里面赶 这个位置雪魔挨一个山蹦 练口则是在疯狂的去输出 这个金战兵营 其他的人呢 交给自己的对手都抢了 自己不用开飞剑 不过这时候雪魔买活奔出来的话 由于有一个土猫 所以 哎 这土猫别杀呀 这土猫这个时候 你先别着急杀的 你看又被人抡死了吧 这小小被打死以后 小小也可以买活 九仙又上了啦 九仙又上了 九仙又开大了 九仙又开大了 这已经是这波团队 他开了第三个大招了 配合电口的一个幻象 然后直接 把这个死定法 移成了一个残血 这个时候九仙的大招 又只剩了一半的时间 感谢一波我南剑猪的弱姬和赞 老蔡又来了 欢迎欢迎 看一看这波船长过来以后 一个水刀没扔出来 被对方小小VT2连再剃一下 然后赶紧到时间了 拉回去 这时候九仙又来了 九仙又抽死了一个人 九仙又开始准备抽Sneaking Sneaking赶紧去 开一个游泳护罩 开溜 这样比赛九仙 九仙 九仙有点厉害了 九仙 这都挡不住了 九仙大招又好了 关键比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蓝了 选择是身上还有一个魂戒 把魂戒蹬出来去嗑一嗑 嗑一嗑再开个打 九仙最后一级天赋呢 选择的还是比较稳妥的 去剪接自己这个大招的UCD 然后这时候九仙又开大了 今天开大以后 这个电狗呢 一个人直接把黄黄弹A碎 自己在战场上终于是被对方打成一个死选 不过这个时候COL已经打出了机器 实在是比较 实在是比较 很绝望 很绝望 好吧 那么这样吧 双方B3三场比赛结束 COL也是在败者组的第二轮直播 这届比赛 其实COL的整体实力 在本届比赛当中 应该算是一支不错的队伍 但是呢 实战发挥的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没有能够挡住其他队伍的一些套路 而且COL这支队伍的BP 我现在觉得 有些问题 还是有些问题 将这场比赛打单核 然后单核是个血魔 这个做法 我个人 虽然我开局的时候 我觉得按照他们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的话 应该是可以战胜Infamous 但是 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在游戏的中期 完全放对方这个电狗无限的去刷 无限的去带 一直没有能够把这个兵线推过去 也没有能够好好地利用老陈的这个推线的一个资本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导致这场比赛输掉的一部分的原因 一部分的原因 好了 咱们这场比赛就做到这 我是桑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带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对战的队伍 相对来说比这场比赛的看点要 感觉上好像是要稍微差一点 但是其实要强一些 其实是要强一些 因为是Navi对战Vega 也是登底对战老冬家的一场比赛 好了那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 咱们下场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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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